大家好,我是劉淡老師 今天要來教各位做非常火紅的檸檬乳霜蛋糕 檸檬奶霜蛋糕 那老師這次的配方設計呢 我會用大量的伊斯尼熟成發酵奶油來製作 伊斯尼無眼的熟成發酵奶油來製作今天的商品 那我會做什麼東西呢? 我會做黃金戚風蛋糕 那它是用奶油來製作戚風蛋糕 然後呢,再製作伊斯尼檸檬的乳霜醬 那個淡奶醬,伊斯尼檸檬的淡奶醬 做完之後會冰冰箱 然後來做它的乳霜餡的結合 以及呢,就是我們的鮮奶油乳霜這樣子 好,那事不宜遲,我們來開始製作了 首先呢,第一個來教各位製作的是那個黃金戚風蛋糕 好,那以前呢,我們叫黃金戚風蛋糕 跟一般的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因為它是用奶油 用奶油去製作戚風蛋糕 所以呢,製作上啊,有一點特別 它會用類似像湯種的燙麵的操作技術來操作 好,首先一剛開始呢,我們先來打發蛋白吧 蛋白的部分 那我的配方呢,是用五顆雞蛋啊 然後分出蛋白跟蛋黃 對,這邊會跟各位建議 我們買那個雞蛋啊,買那個medium 買中等的size啊 大概是一顆雞蛋的重量 大約是50到55克的重量 就是那個雞蛋的重量 那就是五顆雞蛋,然後這樣分 分出蛋白跟蛋黃 好,那我的蛋白呢 像這樣子,我把它打開來 好,蛋白加入到攪拌缸裡面 像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慢慢來攪拌了 然後,裝油狀下去 然後配方裡面呢 蛋白的部分啊 對應它的糖量啊 是細砂糖70公克 那配方老師都有PO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PO文字中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細砂糖70克 好,先準備在旁邊 然後呢 這裡 我們要把幾個材料加在一起啊 就是 蜂蜜檸檬汁啊 跟奶油 蜂蜜檸檬汁跟奶油 因為奶油啊 它今天是用這個 伊斯尼 伊斯尼的 熟成的發酵奶油 好,我們來加熱了 那 奶油啊 以及檸檬汁跟蜂蜜啊 這三個食材 加在一起 要加熱到 五十五到六十度啊 所以 建議各位 一定要用溫度計 不然的話 我們會比較不知道說 究竟溫度是幾度 奶油啊 建議各位要用 常溫的奶油來加熱 這樣子加熱速度會比較快 提醒各位啊 這個蛋糕很好吃啊 所以 檸檬汁喔 一定要用現炸的 不要用還原的 因為用還原的做出來 我覺得風味性比較沒那麼好 好 檸檬汁 以及啊 這個配方裡面 有個畫龍點軍的食材 就是蜂蜜 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蜂蜜一定要加 如果你們要做檸檬蛋糕 就是檸檬的黃金蛋糕的話呢 一定要有蜂蜜奶油 這樣子檸檬的風味會比較好 而且 這個蜂蜜非常重要 你要有這個蜂蜜啊 它才能夠帶出檸檬的那個風味 跟香氣出來 好那我這邊來加熱 我們這邊會把它加熱到55到60度 幫我找一下那個BB槍 幫我找一下那個BB槍 好那這邊開始加熱的時候呢 我就來打發蛋白了 這樣應該可以看得到 我等一下會把鏡頭調下面一點點 好了 後來就要用來一下 我可以換一下 我讓鏡頭 或 beta 一個比較好的 對不對 就可以見mos 跟 interessante 我們可以拿去 提到 好 那有沒有看到蛋白這邊起泡了 蛋白起泡之後呢 我們的糖啊 就可以分三次 分次加入 像這樣子 先加三分之一 那個分三次加入啊 三次要等量喔 不要說分三次嘛 然後第一次加很多 然後第二次很少 然後第二次只剩一點點 三次要一樣 然後呢 加入之後啊 大概再等20秒到30秒啊 就可以再加下一次 像我今天是用那個 KitchenAid的那個 攪拌器啊 我速度是轉6 是轉6 如果你們使用別的品牌的 攪拌器都可以製作 那速度就是用中速啊 中速去製作那個 蛋白打發這邊 OK 像這樣子 我三份糖就加完了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啊 我這邊已經 起火了 因為啊 等一下 蛋白快打好的時候呢 我們要來做麵糊啊 所以麵糊這邊啊 要把它控制在 大概55到60度 高一點點沒有關係 不要超過65度 因為超過65度 我們會比較不好控制它 好那這邊蛋白糖都加完了 我這邊開始加熱 我要加熱到60度左右 60度左右 這樣會比較穩定 OK現在溫度是64.5 64.5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現在就可以把那個 過篩好的玉米粉啊 跟 低筋麵粉 以及蛋黃都加進來 低筋麵粉 給各位看一下 低筋麵粉 跟玉米粉都加進來了 然後呢 蛋黃 也把它加進來 前面這邊先收縮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哦 像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這邊 一起攪拌它 像這樣子 給各位看 一起攪拌它 攪拌到怎麼樣的程度呢 攪拌到滑順 好 像這樣子 有沒有 滑順的狀況 OK 然後我們的 蛋白就打好了 剛好 大家看一下哦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那種 半乾性發泡 半乾性發泡的狀況 大家再看一次哦 有沒有 彎彎的 所以 不要打太硬哦 不要打太硬 像這樣子 好 OK 融合在一起了 那這邊呢 我們先挖 三分之一的蛋白 進來 進來這邊 然後讓它混合好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 就是 混合好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剩餘的蛋白 都把它加進來 OK 然後就可以 輕輕的拌合 像這樣子 由下往上 給各位看一下 拌完的麵糊就像這樣子 非常的細緻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的狀態 OK 那配方呢 剛好是6吋的活動膜 這個 6吋的活動膜 2顆 2顆 所以 我們回去要做多一點 就是可能乘以 2倍 或者只想做1顆 你就除以2 除以2 就可以做 可是 5顆蛋除以2有點困難 所以我建議各位 最少就是做這個量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分兩盆 平均分兩盆 像這樣子 然後稍微抹一下 這個好像比較多一點點 OK 這個 幫我收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差不多 8分滿左右 8分滿左右 進烤箱之前像這樣子 敲一下 有沒有 8分滿 我們進烤箱了 那烘烤的溫度呢 就是照老師 Pol文寫的那個溫度去烘烤 不過跟各位建議 那個溫度啊 提供給各位參考 但實際上 我們還是要根據家中的烤箱 做些許的調整 例如啊 像我今天在 台北 陳平手作這邊上課啊 那 我用的是溫克爾特的專業烤箱 所以我可能 溫度會放低一點點 我像我今天啊 我紅烤是上火170 下火120 我會先定15分鐘 等上色之後呢 再來做降溫的動作 再做降溫的動作 我建議各位啊 因為你們使用的烤箱 應該跟老師不太一樣 所以呢 你可以先參照 老師Pol文裡面那個烤溫 再來做修正 好 OK 想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兩顆 兩顆 好 OK 那我們要進烤箱了 十五分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老師要來教各位做那個 伊斯尼的檸檬淡奶醬 那這個配方的淡奶醬呢 是完全針對啊 檸檬蛋糕而設計的 所以如果你要拿去做 檸檬塔 不是不能用 只是說 我覺得可能會稍微 口感看 可能會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是設計給 設計給那個 就是 我們檸檬乳霜蛋糕在用的 會不太一樣 好 我們現在教各位來煮 檸檬餡了 用這個煮啦 那個那麼小 怎麼煮 我們要煮檸檬淡奶醬啊 剛剛妹妹給我一個 這麼小的肉 起來煮 好 我們先看一下材料有什麼 有 伊斯尼的檸檬奶 奶醬啊 有雞蛋 奶油 細砂糖 跟檸檬汁 這四個材料 就四個材料而已哦 然後奶油的部分啊 要晚一點加 好 那一剛開始呢 先把 300公克的雞蛋先加進來 然後還有 細砂糖 200公克 還有檸檸檬汁 200公克 還有檸檬汁200公克 那邊拿過來就好 好 OK 像這樣子 三個材料 檸檬汁 細砂糖跟雞蛋 然後 攪拌 還沒有開開火喔 這邊你可以看到 都沒有火喔 這邊先攪拌一下 讓他 檸檬淡奶醬啊 先混合一下 再來煮 檸檬淡奶醬 OK 像這樣子 混合好了 混合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來煮 檸檬淡奶醬了 這邊呢 老師今天 直播示範啊 我是用直火加熱啊 我會建議啊 如果說 不是很熟悉的同學啊 你可以再準備一個 更大的鋼盆 裝一點水啊 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用隔水加熱的方式啊 來做檸檬淡奶醬 會比較容易成功 不過因為像我們會希望說 煮快一點啊 所以我一般都會直火加熱啦 那直火加熱 有沒有什麼缺點 有啊 說就是 比較困難一點 如果說做不好 會容易燒焦 對 那我今天的那個檸檬淡奶醬啊 是用雞蛋啊 是用雞蛋 全蛋 全全蛋做的 那配方在我們的那個PO文裡面就有了 這個檸檬淡奶醬 你們一定要學 很好吃啊 他做那個什麼 除了做我們今天的那個 檸檬乳霜蛋糕之外呢 做那個蛋糕卷 蛋糕卷的內餡一樣很好用 這邊不是煮滾哦 提醒各位同學 這邊不是煮滾哦 我們一般檸檬淡奶醬啊 會煮到他有 有濃稠感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用溫度計量的話呢 他大概是介於啊 75度啊 到80度左右 就會有 凝固的現象了 75到80度左右啊 就會有凝固的現象了 那你們要注意哦 在這個煮的過程中啊 攪拌哦 不要同一個方向 既然像這樣子 正 然後反 然後如果你怕燒焦 你可以稍微 再鼻火一下 然後再繼續煮 因為如果你都不理他啊 一直煮 有可能邊邊沒有注意到 他一下下就燒焦了 不要用鑄鐵鍋 不要用鑄鐵鍋煮檸檸檬餡哦 因為鑄鐵鍋啊 你煮完之後會發現到 檸檬餡會有點鐵 鐵鏽味啊 對 所以盡量用一般的鍋子煮就好了 等一下快快煮好了 為什麼知道他快煮好了 因為已經開始在冒煙了 開始在冒煙了 我們做那個檸檬乳莊蛋糕啊 這個 檸檬醬啊 檸檬奶醬是很重要的 檸檬奶醬是很重要的 你檸檬奶醬煮的滑順啊 我們那個蛋糕就會很好吃 檸檬奶醬 哦煮好了 煮好了 怎麼知道他煮好了 給各位看一下哦 你們看 有沒有 是不是變 濃稠了 有沒有看到 變 濃稠的狀況 可是啊 千萬 不要煮沸騰哦 不要煮沸騰 不要煮沸騰 因為煮沸騰的話 就已經超過100度了 你那個檸檬蟹呢 吃起來會很酸色 而且 會聞到蛋腥味 風味會比較不好 對 然後呢 這邊 好了之後 再給各位check一次 你看 是 有沒有看到 給各位看近一點 有看到的話點個讚 或是愛心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 檸檬淡奶醬 它是那種呈現 乳泥 但凝固的狀況 應該是 半凝固的狀況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不用加吉利丁片哦 這個配方是不加吉利丁片的 你們不要不要 不要額外加加進來 還是不需要吉利丁片 然後像這樣子 把那個 伊斯尼的 熟成奶油加進來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這個 熟成奶油來製作 這一款 好 這邊放放進來呢 我會讓他先 靜置差不多 一到兩分鐘 再來攪拌 那這裡呢 你可以 靜置完成之後 可以用打蛋器攪拌 或者是像 如果是專業店家的話 會用這個 會用均質機啊 來進行攪拌 那就看個人喜歡 那老子等下示範 我用均質機 因為均質機啊 那個均質玩的 會比較細緻 那我家裡面沒有均質機啊 不用擔心 我等下我會先示範 如果沒有均質機怎麼操作 那有均質機的話 怎麼樣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好 OK 像這樣子 奶油接近半融化了對不對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我剛剛丟了那個奶油進去 它已經呈現半融化的狀況 然後這邊呢 就可以先攪拌了 我們這邊會把它攪拌到啊 奶油都融化 然後 奶醬啊 呈現細緻的狀況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提醒各位哦 如果你做出來啊 感覺比較粗糙 可能要過篩 為什麼 因為蛋都熟了 所以會比較粗糙一點 好 如果 家中沒有均質機 像這樣子 檸檬 淡奶醬 就完成了 可是呢 如果你有均質機的同學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用這個做做法 示範一次 如果有均質機 我就會把它倒到一個涼杯裡面 涼杯要記得先消毒 然後 像這樣子 全部加完 然後 用均質機 再均質它 好 像這樣子 均質 放一下 放一下 好 好 OK 這個可以 收了 均質機 收工 均質機可以下 下 下 斑 到後面整理 我把它倒出來給各位看 你看 是像這樣子 是不是很細緻很光亮 所以呢 如果你是很追求 完美 的話 你用均質機均質一下 出來效果會很好 對 好 其實這個檸檬醬 我剛下午 我已經做過一輪了 然後 我們也偷吃一輪了 非常好吃 這樣 OK 記得這要挖乾淨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用 伊斯尼 熟成奶油做的檸檬醬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非常的細緻光滑 然後 這邊就可以冰冰箱了 提醒各位啊 這邊 冰冰箱 我們要冰一個小時之後才可以 至少一到兩小時之後才可以使用 然後呢 檸檬醬冰的時候 注意看哦 要服貼的檸檬餡 要服貼的檸檬餡 不然呢 會結皮 它會結成皮 口感就不好啦 貼好貼好 貼好貼好 然後呢 老師拿一份對照組出來給你們看 等我一下 因為啊 我剛下午已經做過一輪 我拿給各位看冰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之後的狀態 看看 然後 後面還有我們就是剛剛吃過的那個 那個 蛙的感覺 檸檬醬,剛做完是長這樣子 剛做完是長這樣子 然後呢,冰過之後啊 你看 有沒有,它會完全凝固起來 那老師挖一點,各位看 像這樣子哦 有沒有 是不是很像那個卡式打線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冰完之後啊 那個檸檬蟹好像凝固不了啊 就是我們可能前面煮的時候呢 煮不太夠 煮不太夠,所以要特別注意 好,那我先把我們的那個 檸檬醬拿去冰冰箱 幫我冰冰箱,剛剛忘了冰 幫我冰冰箱 好 那,這是檸檬醬的部分 然後呢 鮮奶油啊 加糖啊,要打發嘛 好,那我今天是用那個動物性的鮮奶油 因為我覺得 吃起來比較細緻啊 如果你要用植物性的 也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 動物性真的好吃很多 然後打發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我們的鮮奶油加糖啊 要打發到像這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狀態 鮮奶油 像這樣子 好,OK 有看到嗎 來了來了 那我們蛋糕已經進烤箱了 然後鮮奶油也完成了 然後 檸檬奶醬也是先做好的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就是重點就來了 我們要做那個組裝 組裝的動作 好,那老師來教各位組裝 你跟你們老闆講 講一下 今天做的蛋糕 可能就是有一顆 給成品抽獎 對 用快快產的方式 因為我直播有講的 大家就會有聽到 想吃嗎 來 去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成品的那個 就有相關資訊 說不定你會抽抽到 對 因為要做給你們吃的 所以我要戴 戴手套 如果沒有做給你們吃 可能就自己用 用手就摸了 好 來 先首先呢 來教各位啊 如何 漂亮的 切蛋糕 把蛋糕拿出來 對 就整整盤 拿出來 烤好了 沒有啦 看了笑的 這是這是之前就烤好的 之前就烤好的那個 蛋糕 抱按 抱按 因為還沒上色嘛 你就再計10分鐘 然後向我轉移 好 那 這是我們今天的配方啊 做出來的那個 黃金檸檬蛋糕 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怎麼切呢 然後呢 注意看哦 有know how 怎麼切 各位看怎麼切 注意看哦 我現在用的是法式烤盤 你可以加你的烤盤 看有沒有厚度 兩公分的烤盤 然後把蛋糕放在烤盤邊邊 注意看哦 放在烤盤邊邊 然後呢 像這樣子切 有沒有看到 我把你移出來一點 像這樣子 靠著烤盤旁邊 像這樣切 ok 然後再來一片 靠著烤盤 像這樣切 然後切 有沒有發覺 他就會很光滑了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 再來一次哦 再來一次 靠著邊邊切 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把蛋糕切好了 那如果說 你可以直接切的話呢 你就是直接像這樣子 就可以直接切了 ok 好 像這樣三片就切完了 接下來呢 要來 做組裝的動作了 來 好 首先呢 我們會把 最醜的這個蛋糕 最醜的這個蛋糕呢 做 底 然後把這一面怎麼樣 翻過來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 然後 鮮奶油 來抹了 那這樣用一點點就好了 這些奶油的份量啊 可以看自己喜歡啊 如果你想多一點就抹多一點 沒有關係根據個人的切法 像這樣子 然後呢 輕輕抹開來 對 ok 然後中間的部分呢 如果你像我一樣 像老師一樣 非常非常喜歡吃 檸檬餡的話 我就會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直接 在中心的地方 加一點檸檬餡給各位看 像這樣子 然後呢 再加一塊蛋糕上來 好 然後 鮮奶油 輕輕磨 好 再來 檸檬 有沒有 再來檸檬 太棒了 最後 注意看 這邊是比較工工整對不對 對不對 你把這工整的面 放在上面 像這樣子 給各位看 看一下 這樣是不是夾完了對不對 然後呢 不要直接抹 不要直接抹 給各位分享一個know how 注意看哦 我們鮮奶油啊 先抹邊邊 再幫我拿一個乾淨的烤盤來 對 對 對 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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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看一下哦 這樣子 注意看 這樣子 拿去冰冷凍 之後呢 再來做最後的那個檸檬乳霜的裝飾 結構體就會很穩定 然後 來 我們看 我把它移到 紙盤上面來 像這樣子 會移到紙盤上面 像這樣子 我就拿去冰冷凍庫 來 真的是辛苦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來教各位做那個乳霜 幫我拿 再拿一個缸 用不用 來 都在我這邊 都在我這邊 這麼大 你幫我拿那個小一點的缸 對 上面那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這邊呢 用200的鮮奶油 配200的那個檸檬 那個 奶醬 來組裝 200的 不是 那個 200的 這個 打好的鮮奶油乳霜 配200的檸檬奶醬來組裝 他就是我們的 檸檬乳霜醬 那我們這邊 趁200出來 200 然後這邊 也秤 200 我覺得還好剛剛沒有吃太多 快要不夠用了 快要不夠用了 還好剛剛 山山南克檸檬蟹沒有吃太多 你看 快要不夠用了 好 OK 給各位 給各位看一下 像 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那個 檸檬餡 200 檸檬餡 200 然後 那個 檸檬 奶醬 200 像這樣子 各一半一半 接下來呢 用打蛋器 把它攪拌均勻 打蛋器 有了 再這樣子 再這樣子 妹妹這邊給你組裝喔 真的嗎 來像這樣子 然後攪拌 來 來 跟各位講 夢幻極品的抹匠就出現了 你看 是不是光滑細緻就這麼簡單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最後不要忘了 刮檸檬下去 你的檸檬 刮檸檬下去 好大的一個檸檬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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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刮多少量 看你喜歡 你如果喜歡酸一點 或是檸檬味道重一點 你就給他刮多一點 像我今天 刮了半顆檸檬 而且是大檸檬 大檸檬刮了整整半顆下去 然後稍微混合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掌聲鼓勵鼓勵 如果你刮檸檬會受傷的話 那是因為 老師剛剛怎麼刮 我檸檬放這邊 然後這個刮刀 刮刀面朝下這樣刮 有沒有看到 朝下這樣刮 這樣刮 你手才不會受傷 而且也會看到有沒有刮好 最後的步驟了 要來組裝我們的蛋糕 這個幫我上下我都要轉移 好 我們來組裝蛋糕了 然後再五分鐘 來來來來來來來 好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要冰過呢 因為你冰過啊 鮮奶油啊 會有點凝固的現象嘛 你給他抹這個 是不是就很好抹了 好 來 咚咚啦 把超好吃的檸檬乳霜 給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看起來就很好吃 對不對 然後放上來 放上來 抹開它 抹開它 這樣有看到嗎 好 注意看哦 這樣子 輕輕的 輕輕的抹開它 有沒有 然後旁邊呢 挖一點檸檬乳霜醬 這樣就很好抹了 為什麼很好抹 我剛剛旁邊是不是有 先抹一層很薄的鮮奶油 而且有冰過 它會形成一層 薄薄的殼 所以呢 你這個上去就很好抹了 像這樣子 這樣子貼上去 輕輕抹開來 貼上去 輕輕抹開來 輕輕抹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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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抹完一圈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它修正漂亮一點 像這樣子 修修修修修 旁邊修完之後呢 上面也把它修平 然後底部要清乾淨 不然這個是營業用的商品 所以我們底部要清乾淨 清乾淨 就跟磐式點心一樣 好 完成 有沒有看到 檸檬乳霜蛋糕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看到 那同學會有疑問 就是 啊我不會抹麵怎麼辦 我不會抹麵怎麼辦 同學 注意看 如果你不會抹麵的話 刮板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注意看 如果你不會抹麵 一定要學刮板 為什麼 刮過去就漂亮了 像這樣子 注意看 我從這邊刮 你們看 如果 不會抹麵的人 沒關係 刮板會拯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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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完美了 有沒有看到 不會抹麵的人 不會抹麵的人 不用擔心 三角刮板定住 滑一圈 結束 上面不會抹怎麼辦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如果上面抹不平 直接做螺旋 注意看 像這樣子 從從這裡 從最外圍慢慢轉 轉到裡面去 然後慢慢往裡面收 往裡面收 往裡面收 給各位看一下 哎呀 真的是拯救大家的福音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然後呢 妹妹 幫我 那邊有信封 有伊斯尼的插卡 幫我找 找一下 在桌面上 然後呢 最後 畫龍點睛 這邊就是邀我們的檸檬進來了 我們就要刮一點檸檬皮 再刮一點檸檬皮 你兩個都拿給我 我就好像只要說 那個花鬆 然後這個可以出來了 你就敲敲敲一敲 倒扣在後面就好了 來 最後就是這個檸檬皮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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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是用伊斯尼 我們今天是用伊斯尼的熟成奶油 熟成的發酵奶油製作的 然後注意看 公司給我這兩個插牌 有這個很大的 然後也有這個小小小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小的比較漂亮 來給你看 插上去 是不是 給你們看 是不是 是不是 身價瞬間提升 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你們要拍 因為你們要抽獎的 然後有沒有看到 非常漂亮 漂亮 漂亮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教學的 伊斯尼的檸檬 檸檬 乳霜蛋糕 檸檬乳霜蛋糕 然後呢 這一次啊 我們有搭配 奶油的團購 對 在連結裡面 在連結裡面 那熟成奶油的話 兩箱 兩箱是免運 所以揪一揪 揪一揪揪一揪 很快就兩箱了 那如果你喜歡老師的課程的話 老師也有線上課程 有麵包跟甜點的 那最近剛上市的是麵包的課程 那在下面 都有就是 都有資訊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不要忘了哦 分享本次直播啊 我們會在結團之後啊 會抽一箱 你沒聽錯 一箱 一整箱的伊斯尼熟成奶油 變讓你變成奶油富翁 還有我剛不敢穿 就是我們伊斯尼的超可愛圍裙 我覺得那個 我可能 可能沒有辦法穿啊 對 我們會送一件 法國空運來台的伊斯尼的圍裙 好 那就是今天的直播了 對 那 這一顆有沒有抽獎呢 有 但是不是在這邊 你們可以看到後面 陳平手作 因為老師今天是在 很感謝陳平 老師今天是在台北的陳平手作 烘焙直播 好 OK 我們今天直播就在這邊了 可不可愛 可不可愛 可愛的話 點個讚或愛心 然後呢 買好材料 這禮拜就可以來動工了 好 謝謝大家 感謝 拜拜 下次見 收工